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共同争战个人NBA生涯的第21个赛季 虽然生涯20载仍未拿到过总冠军 但老卡特为了能纯粹的打篮球 拒绝了多只争冠球队的邀请 那么问题来了 41岁的老卡特 为什么还要死气白脸的在联盟中混 而38岁的科比早在16年就退役了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先从数据来看 老卡特打了20个赛季了 辗转了7支球队 场均拿到17.7分4.5 篮板3.3助攻1.0 抢断0.6 盖茂 命中率为43.7% 3分球 命中率为37.3% 上个赛季卡特在国王度过 场均拿到25分5.2 篮板4.7 助攻1.4 抢断0.5 盖茂 命中率44.7% 3分球 命中率32.9% 从结果看科比的数据更加好看一点 我们再从卡特上一个赛季数据和科比最后一个赛季数据对比 上个赛季卡特在国王度过 场均拿到5.4分2.6 篮板1.2助攻0.7 抢断和0.4 盖茂 命中率为40.3% 科比在2016年最后一个赛季场 均拿到17.6分 3.7 篮板2.8 助攻0.9 抢断和0.2 盖茂 命中率为35.8% 职业生涯最后一场对阵爵士更是狂砍60分 数据上还是科比好很多 只是命中率有点低了 这也是科比还是受到对手的重点照顾的结果 数据截然相反 卡特依旧要在联盟打球 而科比选择的退役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科比和卡特都是天之交子 都是当年的四大分位之一 两人职业生涯都达到了20年以上 也许科比在场均能够砍下17.6分 最后一场更是拿到60分的情况下选择了退役 是因为篮球已经不能够将科比的激情进一步激发出来了 加上职业生涯最后几年的大伤 状态已经领显不如之前 那个无所不能的科比了 所谓巅峰退役 科比有点这样的意思 不希望大家看到自己不能够得分的样子 这就是科比 偏执 直到自己不能够凭借一己之力拯救的时候 科比立刻选择了急流勇退 而卡特呢 从13年左右的时候 卡特的状态已经明显不是那个空中作业的非人了 但是卡特心态非常好 不会在意自己是不是球队老大的角色 加上卡特辗转了70球队 已经看透人生百态 能够很好地找准自己的定位 能够当老大的时候 卡特绝对不会让给其他人 但是能力不行的时候 卡特也一定不会敢压子上架 这就是卡特和科比的不同 卡特心态更加的好 能屈能伸 科比的心态更加的高傲 不允许别人触动自己的权利 这也就早就科比和卡特两人 一个说退 亦就退役 另外一个至今还在联盟打拼的原因 卡特对篮球的追求 用苏群老师的一句话来形容在合适 不过 卡特真的是纯粹到骨子里喜欢打篮球 但是卡特也有自己的底线 那就是不会去自己不适合的球队 和球队不需要自己的球队 很多球员选择加盟勇士躺着拿总冠军 但是老卡特没有 一生无惯也无悔 科比什么都有了 最后退役的时刻还留下高光表演 自古美人如名将 不许人间见白头 可能是科比的最佳写照 留下的都是最美好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球队在詹姆斯加盟呼人之后 希望科比复出的原因了吧 中文字幕后 失去中文字幕后 注定了